這條長長的樓梯位於上環河里活道 在港島區類似的樓梯很常見 年輕人走起來可能沒什麼問題 不過老人家就走得很辛苦 有政黨用電話訪問了六百多名長者 調查顯示 有近半數人因為要去的地方太多樓梯 又或者路面太斜寧願兜路 也有近三成的長者因為居住的地方附近的路太難走 選擇少點出街 政黨認為數據反映社區的設施不足 影響長者出行 要求政府改善社區的居住環境 加建電梯和無障礙設施 方便長者出行 香港福平電視記者王嘉莉報導